首先,脑椅接口这个行业其实是通过机器来去识别大脑里面非常细微的信号 当然这些细微信号其实对应了人类的所有的情感和它的动作和它的决策 但是这种信号通常来说非常的微弱 比如说像脑电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正负是微负的一个信号 大概什么概念呢?是一节五号电池的一百万分之一 所以说人们检测这种信号特别就像是在一个浩瀚的大海面前 有无数的风声、海啸声 但是你要听50公里以外的一个蚊子扇动翅膀的声音 所以它是非常难检测的 然后所以需要通过仪器,无论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 要检测到这种非常微弱的信号 并且把它解析出来,去对应,去猜测它大脑里面的这个信号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整个技术的一个根本 就是数据采集和数据解析 我特别好奇就是你刚才说识别和解析嘛 那个解析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它非常微弱,你识别出来了 但解析说这一部分的它的这个大脑的电波 是对应于我们什么样的功能还是什么样的感情 比如简单来说就是看一个人有多集中 然后有多放松 然后甚至一个人有多快乐,然后有多悲伤 然后另外比如说它想做什么动作 这是在运动层面的 更复杂的就是涉及到语言和逻辑 目前在科研里面已经能识别到一些图像的想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想一下我们最喜欢的女生是谁 然后通过这个功能性和此公正和深度学习的算法 已经能解析出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图像 比如我脑子里面想的是林青霞 基本上扫出来这个图大家就能盼出来这个跟林青霞很像 那脑子想的白骨精呢 那也能看出来一个 他自己能辨识说这个是林青霞,这个是白骨精吗 就是反正你大脑里面想的图像和识别出来的 基本上已经有很多的相处之处了 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刘老师我们看一个短片 好 我们可以围绕这个短片再往下讨论 大脑具有精密的计算方式 干什么呢 弄什么数字克隆 数字什么 数字克隆 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把我爸的声音录下 回头在网上生成一个假爸爸 不是假的 再说不光有声还有我的动作呢 你可太能做了 你别不信 等我录完这本字典 回头把电脑和手机的记录网上一传 他们真能把我复活 你爸爸还吃那个补脑药吗 花了我好十几万啊 你看我跟你说你又不懂 高科技死不了 不是真不死 是根据我爸之前的大数据 在模拟推给我吧 我说多少次了 不是模拟 就是我 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脾气 怎么不是我 你脑子进水了 还是电脑脑子进水了 我问你老韩 你死了 留个照片不 我村子还给我录像呢 一样啊 照片里的是不是你 是啊 录像里的是不是你 是啊 那电脑里的怎么就不是我了 你还不弄一个 韩博士 这个是不是更多的是这个数字 孪生技术 这个这个阶段的 那就现在 这个 在应用上 它是 它已经是一个产业了吗 是 其实我们说到一个人 其实他是分成我大脑里面的 思想和我的一些决策 以及我外面的这个 英容 这个面貌 我觉得数字孪生 他可能解决的是外在的这种 英容相貌 以及我说话的这种方式 现在应该有很多公司 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技术 那么他不是把自己的想法上传到 就现在做的这个数字克隆 他大概的一个工作程序 是什么 我现在理解 他基本上是先模拟我的声 我们的声音 然后就是有AI的部分 采集一部分 对 这个 比如说咱俩聊天 聊了三小时 对 把你的说话方法录下来 对 然后因为现在通过语音合成的方式 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 基本上我跟他说一段话 他就可以完全复刻我的声音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我说话的方式 我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 对 第三个呢 是我的知识的一个储备 和我遇到事情的一个反应 其实我觉得数字孪生的一个核心 就是当他在未来遇到某一个场景 或者某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比如在对话里面 他复刻的是他的父亲 对吧 那女孩可问他父亲一个什么问题 他父亲如果在的话 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回答 所以数字孪生可能解决的是 在未来的一个预测的一个问题 那刘老师 就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像韩老师说的 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已经有应用了 那作为您个人 您会选择吗 你怎么考虑他带给你的一系列情感的 家庭的生活的问题 我现在没想明白 因为这是买买新的 因为我们判断说 一个人离别了 这是我们是需要多留他们的 这个遗物遗产更好 还是说慢慢让他淡化 和以前的那种遗留不一样 以前的地方就是重访 他现在说 如果遇到一个新的事情 我现在有一个工作 另外有一个工作 或者说我要去另一个城市生活 你怎么想 或者我爱上另外一个人 你怎么想 他就是根据他的那些 以前的数捷的逻辑 能够推演出来 于是 顽固者他仍然可以对你现在形成某种干预 是 他不仅是更加完善了过去那种 比如说照片 视频 把它做得更逼真更完善了 他反过来可以介入到你当下的生活当中 是 我自己要不要做呢 我自己大概不大愿意做 我不知道 我就是我认为按照我理解的熟悉的方式来展开后代的生活 生存者的生活更好 嗯嗯 对这让这个刘老师这个讲的这一番话让我想起这个一个现实的情况 嗯我有一个 这个导演朋友嗯 那有一次他跟我在回忆他的父亲 他说我父亲走了之后从来没有给我托过梦 嗯 他太爱我 我很受震撼 嗯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会有思念嘛 啊就想念 这个这个世界的孩子我托个梦 是 但是在他的哲学里面就是 顽固的人不托梦是爱你 不打扰你 不打扰你过你的生活 呃告别的人就远去了 是 我是在这种哲学之下 可能可能选择这个 这叫什么这个这个数字课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论 因为它毕竟是一家公司 它如何保证这家公司永远不倒闭 如果这家公司倒闭之后 那么这一百多个在这个夜蛋里面 就是动着的人该怎么办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个数字孪生的话题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尽管动的不是肉体的我 复制一个虚拟的我 它哪怕把我的这个形象 把我的说话的声音 甚至把我的决策 全部都复刻清楚 但是其实人他如果活着的话 他最大的一个特征是 他会成长 是会发生变化的 当我把我复制到了一个虚拟的一个我之后 这个人的成长和这个人的变化 会发生什么样 他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瓦克想到三体里曾描述过 人类在最终遭遇降维打击前 在冥王星建立了一座人类文明博物馆 用来向宇宙证明人类文明的存在 那如果可以克隆前人的意识放进博物馆中 各位老师想要克隆谁 我可能还是想克隆那个汉克斯伯格医生 对他就是1924年就人历史上第一个在人身上发现脑电的一个神经科学医生 因为我觉得当时他的设备非常的简陋 他用一个巨大的一个放大器 然后在人的这个头皮上去看到非常细微的这个这个变化 我其实特别想问问他当时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出于什么目的花费这么长时间 去关注到人们大脑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信息 我想复刻鲁迅 当下有很多迷惑啊什么 我想鲁迅在他会怎么看 我想问问他 那是非常有意思 我想克隆一下这个《梅里爱》啊 《梅里爱》是我们电影史开端的时候 电影史有两个源头嘛 一个是记录美学 一个是戏剧美学 《梅里爱》就是最早拍科幻片的 就刚刚有了电影摄影机 他就拍了什么月球旅行啊什么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天才 就他怎么就把这个媒介 马上他的背后的魔术性给发现了 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就是一种是记录 一种是戏剧 而这个戏剧里面就是后来那个所谓电影是一个梦幻 他就是一个梦的一个魔术师 他创造了非常多的特技 就传统特技 就什么这个实现了这种月球旅行啊 什么这种视觉 我觉得那个时候电影这个技术才发明出来几年 他是什么动力让他有这么天才的 对这个媒介的背后这种魔术性的发现 这是我非常好奇的 因为相比今天我们电影其实变化也技术变化也很大 但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创造进展 就技术上的进展是很小的 每一部都很小 那个时候是井喷式的这种变化 我想了解他 数字克隆啊需要很强的算力 他才能够达到这个模拟出背克隆对象的这种程度 收集的信息越多呢 复刻出来的克隆人就越像 当然我们还需要一块很好的显示屏来展现克隆人 对啊 理论和技术啊都需要载体的 比如说你看啊 这台全新的笔记本 惠普星14pro高性能轻薄本 你看他外观这么轻薄 性能却非常强 还有一块2.8K的高色域的OLED屏幕 它的高分辨率和高亮度 能让屏幕里的数字克隆看上去像真实存在的一样 大家看啊 除了OLED的这个屏幕的高分辨率 它的高刷新率和精准的控光能力 能让色彩空间的表现力更好 更还原真实色彩 更精准的还原克隆人像的细节 即使你看放大之后 也不会减少真实感 这种高性能设备的支持 对数字克隆来说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 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说不定在视觉上能够看到更加逼争的数字克隆人 是的 真的挺期待未来的克隆技术 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样的未来的 那杭老师就是在你们的科研的最初这个原生动力是什么 特别是在你从事的人机接口这个领域里面 解决人类一个什么问题 我认为是解决一个进化的问题 因为人的进化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这个漫长 在700万年前我们和大星星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700万年过去之后呢 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得到了非常强大的和快速的这个进化 然后把我们和这个星星完全给区分开了 但是这个花了整整700万年的这个时间 进化论这本书物中起源写完之后 160年之后这个诺贝尔奖 其实也给了一个跟进化相关的话题 叫做定向进化 那么脑溢接口它所做的实验是什么 就是在人们有限的这个异生当中 来去对大脑进行一些改造 让它往一些好的方向去发展 举个例子 比如说没有手没有脚的这些残疾人 当它因为事故失去手脚之后 它不可能再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我们就帮它去建立重新的连接 让它大脑产生新的连接 我们里面有一个用户的固执 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就是它从小就是生出来就是没有手 所以它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动大拇指 动中指动食指 然后后来我们给它撞完手之后 我们就让它去想象 什么是动食指动中指动拇指 结果给它撞完之后 它竟然可以慢慢地学会去控制 这个相当于就帮它建立了一个 全新的一种连接方式 而且在单独的个体 在有限的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是它实现了进化 是 韩博士 瓦克对于您说的机械手特别感兴趣 不知道能不能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的 我可以让我们那个同事给大家体验一下 特别有兴趣 给您装一个简单的传感器 然后去检测您的这个神经电和机电的信号 然后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克隆技术 对吧 看能不能在一两分钟之内去复刻一个 复刻一个你的手 然后我就想用那个意念来指挥这个手 对 你可以做一些动作 那我就想让它去抓夹倒的那个头发 它就可以做到 可以可以 那你比如说一个现实的操作里面 它需要长期地学习某个人的信号吗 还是一次性就捕捉到了 对于肢体残障的人是就学一天就可以了 学一天就行了 对 就输入这个东西 对 然后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强化 你看 它通过这个一分钟的训练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去复制 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动作 对 对 我们可以再多学一两个动作 所以就是如果是没有 他是弹缺的人的话 他就想象就行了 对 My God 它还是可以远程的对不对 对 它可以远程 比如我们远程 拿着这个你可以跟那个 夹倒握个手可以张开 对 然后跟夹倒握个手 哇 你好 你好 好听啊 好听啊 对吗 然后一直用到心脏 一直没有出过状态 它直接就是让我去做很多 日常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这种感觉会很神奇 我跟你聊的过程当中 我也可以就是说 很好的去控制单子的运动 然后它不会出错 它可能就是跟我身体 就连接在一起 完全就是听我使唤 或者说我比较随心所欲的 就可以控制它 林达哥你说这个手 你觉得我们下一代手 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改进 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加上一些 使用手机的一些触感 或者是我跟人握手的时候 能够有一种就是说 我能感觉到温度 如果有温度的话 我肯定就一触碰 就眼睛不用看 我也可以把它抓起来 这样让我的体验感会特别好 明白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 每个人对于手的理解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取决于 他会拿这个手去做 他以前最想做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残疾人 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手 那么我们帮他做一个机械手的时候 这个机械手就必须去学会 这个人的意识 去学会这个人 与这个手之间的这种契约和默契 比如说我这么想的时候 这个手就要这么动 所以说相当于就是把原来大脑 与这个手之间的契约和这个手之间的这种意识关系 复制到这个机械手上 但是这里面的核心是这个机械手要能读懂 目前这个人际结合 我们经常讲科学的伦理 就在你们这个目前这个层级里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伦理的问题 其实我们做这个领域 总结下来脑衣接口 其实就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造人 或者叫修复人 第二个叫造超人 造人修复人 就是比如说没有手没有脚的人 帮他装上手和脚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大脑有一些疾病 比如说老年痴呆自闭症抑郁症 还有ADD这些 通过这个脑衣接口物理干预的方法 让他进行一定程度的恢复 所以这一部分是修复 所以这一部分 我觉得他的伦理问题其实还小一些 我觉得是没有伦理 伦理上是正向的 对 很少争议的 对 但是第二部分就是造超人这一部分 就我们的有一个用户 就是装完机械手之后 他和一个位钢琴家一起弹琴 就是那个朗朗 然后后来我们就讨论 就说他通过学习可以控制机械手弹琴 而且也能跟上朗朗的弹琴的速度 他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比朗朗弹琴还快十倍呢 我们觉得是一定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的电击 是一定比我的骨骼控制肌肉速度是要快的 我在里面做了很多的线速 第二呢 我大脑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当然我身体 我只有206块骨头和639块肌肉 其实我的身体束缚了我大脑的非常强大的功能 和束缚了我的这个输出 就跟我们写剧本 手跟不上脑 经常我们大脑里面有千言万语 但是我们嘴笨 我们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带宽不够 所以说通过脑椅接口的技术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一些装上我们手的残疾的人 弹得比朗朗还快 弹得刚起 所以说我觉得当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大规模的讨论出现 会非常争议 因为现在好像在伦理学界是说 像你刚刚做的那种 针对残障人士那种修补 是非常接受 但是那个所谓enhancement增强 其实有的人已经在做增强 比如说增强记忆力 这个对考试啊 什么都特别有好处 但这它带来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 一般来说 使用这些服务的人是精英阶层 对 这带来一个政治哲学或者是对 社会的政治精确的问题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从科技到应用中间这种 如果它变成一个一个工具 那这些工具会不会被反利用 就感觉您这个手啊 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下说传统的小偷 然后他输入了一个超级小偷的那个 偷东西的瞬间的那个技能 你这只手在公共汽车上可以乱跑了 见谁的兜 掏谁的兜 这也可能是一种危机吧 是 我觉得技术永远都不是一个问题 它不是双方